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个是国家重大建设的补充说明书 一个地方建设 可以因为这个补充说明书把它变成国家重大建设吗 越反取胆 我们对于我们新竹县的发展 能够很快的可以实现我们整个 我们所谓的一个科技农业建设的发展 谢谢 滥争农地不勾不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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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今天这个记者会主要是要呼吁台资园区 应该要终止这个审议 终止国家重大建设的审议 现在国家重大的建设的审查程序 并没有明确的规范 并没有明确规范它如何审议 也没有明确规范它的程序 所以我们认为首先在国家重大建设的审查程序而言 必须要先制定明确的规范 这个经济部呢它其实在民国99年的时候 曾经问它说这个案子跟经济部有没有关系 经济部很明确的告诉大家 告诉我们自救会的朋友说 本案并不是因为产创条例设置的 所以它并不是经济部的权责 它跟经济部没有关系 它只是新竹县依照都市计划 把设计的一个开拔取降 首先就交大来说 它其实已经目前被教育部说要终止这个设效的计划 也被教育部纠纸说 在104年若是没有取得土地的话 就这个案子要完全挡下来 从这个样子我们可以看到说 其实交大并没有就是要设效的压力 交大并没有要设效的压力 所以所谓的产学合作根本就是一个谎言 另外开发计划中提到要建设 这个ICSOC的一个产业的用地需求 但那个产业用地需求也非常的小 没有必要征收那么大量的土地来与民争利 那第三个我们还必须要指出说 当地是一个农业特地区 农业特地区是产那个两米的地方 然后当地的米呢 也常常会得新竹县还有全国稻米竞赛的冠军 农业特地区也被视为是具有优良农业生产环境的地方 在台湾粮食自己遇不到三成的情况下 还一直征收这个农地 我们认为是有被台湾粮食主权的发展 对我们要征收 这个村里征收并不是为了我们这些人 不是 我们要为了整个国家后代的子民来发展 要不然我们完了 现在台湾经济一直在下滑道 大家知道吗 真的 那我们会采取先见后差无缝接轨 先见后差无缝接轨 公办协力招务 什么叫公办协力招务 就是先不搭建平台 那建商 我们大家来投票室决定 到底是当地的工作人 我们这工作人 我们不是外来人 我们不像那些 那些你看看 那个平常都来阻挡我们 张顺贵所谓什么环保律师 在台湾土地上发生的任何一个开发 任何一个建设案 作为台湾社会 台湾土地上面的任何一位公民 包括你我 都有参与 都有关系 都有为他努力的权利 这个案子 知识经济是假的 园区是假的 真的是什么 真的是都市计划 是地方产官学合谋 共谋的都市计划 但是事实上更真实的是 都市计划背后的土地炒作 最原始的固定会 9月3月4月 是ICS所设计产业的 落实什么 落实国家细导计划 但是在99年的时候 我们协议给国科会 就是现在的科技部 我问他 这个案子到底跟 国科会有没有什么关系 他说没有关系 没有错 国科会有执行所谓的国家细导计划 有这个计划 但是呢 跟这个 迪士堂一点关系都没有 他说要落实 那个国家细导计划 也没有关系嘛 所以他是假的这个名字 来把它弄成所谓的国家做来件事 包山包海啊 国家的未来不能没有他 那意思是这样子啊 国家的政策 当前台湾的困境 还有什么半导体产业 一金面板产业 第二项 总共跌起来 16项 不止16项 16项 这个 大家可以看 这个是我们高科技的产业 没有这个案子 我们会有国家有竞争力吗 没有这个案子 我们半导体产业会进步吗 没有这个案子 这些都可以复活啦 这些高科技产业 主管机关是谁 是现在的科技部 但是这个案子呢 那我们的科技部在哪里 看看我们之前 我们来新竹地区 那么多的征收案 县政二期 县政三期 给台大总共加起来 40公顷的鼓励 到目前为止 有没有用 没有用 已经快20年了 县政三期是18公顷 因为疫情 台大没有用 所以县政三把他送回来 如果你送回来 找到你要还给我们的百姓 结果没有 又把他改变名目 并做他用 结果这个谁来负责 没有人负责 反正我们中央的 核准下来以后 他就不管了 你怎么用 他不管了 由于本案的主要计划 已经获得了 审议通过在案 所以我们今天是根据 去年2月1号 行政院秘书长韩所指示的 本案如果未有重大变更 能以属国家已核定的重大建设计划 那本案我们目前并没有一个重大的变更 然后今天我们主要还是根据这个韩式 我们提出一个补充的一个相关的说明跟简报 工业局是经济部的幕僚单位 所以今天呢我们的程序重要的是把各位的意见呢 根据这四项归类到之后呢 会正式请经济部邀请 怕部队的这个部队 怕各位支持跟不支持的团体呢 在做正式的审查 而审查的项目刚才说明过 是政策发向总领管制合理性情 特定农业区 这个农牧用力无可披耐性 所以是用这个方式来做 今天就是意见完全收集 请新日县政务在背后 污蔽这个意见 要一个比较明确和具体的回应之后呢 在下至进一步正式审查 而且后续和报复到行政务的程序上 他们才能够预认做准备 那到时候再去做 在部里面的时候 因为有不同的意见出来 会有一些让行政务无从准备跟说明期 所以大家合理性要讲 所以今天事实上是以比较合理程序来做办理 如果以产创条例第三十九的个定来讲 它的产业用力至少应该要60%以上 但是本件呢 完全倒过来 本件呢名字取得非常好 挺叫做台湾知识经济旗舰远区 但是有关这方面的产业用力呢 我们看这份 这份这个说明书的应该是在68页 大概才差不多13.73%左右 那反而是住商的部分超过40% 然后学校那个教大圈的包含了他的那个 实验的附设中小学加起来大概9.53% 这个是什么 其实这就告诉我们说 这个案子是挂羊头 卖狗肉 因为柜局的99年11月18号的韩文 其实也讲得很清楚 这个案子根本就是用都市计划把第12条的特定区计划 比如说他只是一种都市计划去拟定的 这个跟促进产业生命条例 跟产业创新条例 一点关系都没有 我们只有透过这个都市计划去的 简单的就是说 区断征修 这样子来为我们的都市计划 来改善我们的生活环境 这是最公平最正义的 可以共享共荣的政策 我家里没有这张瓦斯 我家里没有自然水 我们家的地下水 你来喝看看 我每天要去山上菜水喝啊 你不是我 我说这些小朋友们 你不是我啊 你生活在那里吗 你知道田怎么种出来了吗 你问问那些种田的 要不要撒农要到田里面去 我们家的大便水 尿水 洗澡水 放到田里面去 你知道吗 那这良田 他们共享的水放到哪里去 放到田里面去啊 我家里用放到那里面去 我家里用这种水 我家里用水 感谢观看